大家好,歡迎來到太陽韭菜,我是Noray 今天的盤是算是一些個股又漲上去啦 那有一些個股就是還在持續的下跌 沒關係,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會大概抓個幾檔然後做個說明這樣子 那今天這個華航跟草籠航就持續噴啦 像華航就又創了他這一波的最新高 那到了大概30塊左右 那也突破他的壓力的地方了 那草籠航的話目前他還是在這一個29塊 就是這一個是29塊是他的壓力嘛 那如果以兩檔來比的話 之前是草籠航比較強勢一點 那這一次看起來是華航比較偏強勢啦 如果說要做進場的話 那感覺是不是進場這個華航的利潤會相對來說比較高一點 那今天的這個期貨的盤應該算是也算是 蠻正確的啦 只是直接在開盤的時候呢 直接做多 那就一路往上噴 這個利潤也是蠻大 因為他就是沒有回頭嘛 就直接一直往上拉 對那我們今天的話會講一檔 這一個 我應該算 算冷門吧 算冷門的個股 那沒關係就是 這個 觀眾要底下留言啦 那就 也是因為還可以講 那也是因為我自己 算是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他的一些 這個 壓力支撐啊 就是在影片裡面跟大家講 那如果說我是 自己屬於 不太確定的話 這是比較不確定的話可能就是 簡單用文字來表現 那其實簡單用文字來表現 也是OK啊 不過這個 還是要需要去看得懂這個 撐 撐 壓個這個 撐壓的互換 這是這個 壓力和支撐 到底是什麼去運行的 好啦我們就來看一下目前 這個大盤 期貨 夜盤 目前的話 在開盤馬上到了 這個17718 那171718這個數字 大家應該不陌生啦 就是 有點接近啦 但也沒有到 就是 那個接近我昨天化劑這個壓力 昨天化劑壓力是17725到17740 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早盤的話有到達 我是屬於比較 偏向會想要去做空的 但是 今天是沒有到達 今天早盤沒有到達 等一下再來看 那目前有 弄出一個新低點 是 17636 那17636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是 以我的 這一個 支撐壓力的話是 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用畫線的 畫線的話 是 稍微有點邏輯 但是 主要 我自己都 這樣覺得 就是說 這個線啊 就是 你要跟這個 這個 他的一些 慣性 或是說 你的線 剛好這是主力 想要操控的 這樣子 那也要畫的正確啦 所以有時候會大概經過了一兩次 做一個 算是回撤 那就會 做進場 四單 這樣子 那待會再做一個說明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個 今天啊 今天到底發生什麼 事情 好那 這個就是只有 這個 找盤的部分 好我們就 直接來看吧 昨天 昨天是怎麼說 昨天是說如果說他是開在這個 176 600這個 直下嘛 那就是會 這樣子 就是 會在這個地方然後遇到壓力那往下壓 那今天的走勢 是這樣 今天走勢就是 是這樣子 對 就是他其實開盤啊 開盤 開盤這個 點位其實就蠻重要 他剛好是開在 17604 那開在17604那時候看到就直接進場 做多嘛 那做多之後 人他是一路就沒有回頭啊 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往上走 那我覺得說他 拉了這一根 他拉了這一根 這個 到9點 9點開盤的時候其實就已經 有蠻大的利潤了啦 對啊 就是從這個 8點45分嘛 開盤之後 他這邊又出一個量 那往上拉 那假設好了 你在這一根 就是賣掉也沒關係 因為你的成本進的 就是 非常好 因為就是 在這個17600到17615 這之間 我覺得都OK啦 都OK 那 今天就算你買在17615好了 那抓個25點 抓個25點 這一根最高 也是有 到這個 到9點的時候也是 有到17649 17649 那後面又來測一次 那這邊確實又守住了 那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 目前 夜盤 會不會 就是 穿過去啦 所以目前 夜盤是走一個 算是 下跌 那 不知道在這個 17600到17615 這之間是不是 又有一個 撐住呢 不過 如果是我就 在夜盤的話 就不太會這樣子 去 去看 不會 不太會 會這樣子 去做單 那我們 我們也可以看到啦 這一個 剛剛講的這一個嘛 就是 17718這個地方 那 算是我說我昨天說我 不會再看的地方 就是 17700這個地方 我就說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於看這一個 17725 就 17723到這個 17740 就是我會抓 這邊這個區間 我偏向抓這個區間 那 如果說他沒到打 那就算了 那 如果說 以我昨天自己講的話 那我在這個地方 也不會去做單 好啦 稍微講一下 明天的好了 明天啊 一樣 就是 我昨天忘記說啦 17500 這個地方 也是有一個 支撐 對 但是主要 主要的話 還是會看向這個 17415 到17430 這個地方 那這邊應該或許會有一個撐點 因為蠻明顯 從 這一根 這一根也是有一點量 那 這樣子對過來的話 可以發現這一根形成之後 這邊隔一天 這邊也是 以這個17500為一個支撐 做一個反彈 那 這一天的話 是算是比較詭矩一點 這天是有拉到一個 大概 537的位置 所以假設你在 500的地方去做空 537可能就被洗掉了 537可能被洗掉了 但是後面又 往下回點 那這邊 這個 11月12號也是一個 跳空開高的方式 那之後 在 尾盤的時候又有碰觸到17500 附近 那又做一個反彈 所以17500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把它納入一個 就是 支撐那可能大概會抓這樣子 就是 向下大概抓個 10點 15點 為一個 支撐點 就是有可能 穿過去那 到達了 485 不用 對 就是比較不會 進場是 比較不會進在城 可能就是 17515 之類的 我會比較偏向 17500到 17485 這個地方 那我昨天在 葉盤的時候 也是用 劃線的方式 那主要交易的時間點 主要交易的時間點就是 可以抓在這個10點半之後 10點半之後 對那 這根 是 5分K嗎 那蠻明顯是說 就是 他是從 這個 高點 就是昨天的 也不算昨天啊 就是 算是前天啊 對前天的高點 17 889這個地方 那一路劃下來 劃穿過這個地方 穿過這個地方嗎 那 就是 穿過來之後可以發現 這邊 這邊是不是已經 做一個回撤 因為會把他當作是 正確 這條線或許是正確的原因是因為 這地方剛好是10點半開盤 那這地方 開盤之後 從這邊開嘛 那開下來之後 點到這個 線 那之後 往上彈 那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 也有 只是稍微穿一下 那要上來 穿一下要上來 然後這邊 跌破之後 我自己是在 這個地方做空 這個地方做空 因為 你就發現說 你在這邊劃線嘛 那你的中間的線 這條線也是 這樣子 複製下去啦 對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地方 也有個撐 這個地方也是撐起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 進場 試單 那確實也是 有往下跌 那也又來測一次 又往下跌 不過這邊就沒有下單 就 跑去睡覺了 那主要 那時候 剛好 那邊還蠻快 在12點半的時候 就 殺了 馬上殺下來這樣子 那今天的走勢會怎樣 今天的走勢 我是 剛剛畫的 也是從最高點 那畫下來 穿過這一個 剛剛那個 17718那個地方 那 或許 等等 大概10點半的時候 然後 到達 這一個 這個下單趨勢線 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壓力 那我們就 明天 這個線都留著 然後明天做一個回車 是不是 這樣子啦 對啊 那 如果 目前的話 可以看到說 這個第2高點 從這個地方 那穿過今天的 穿過今天早盤的位置 穿過今天早盤位置 那 也穿過了 這一個 尾盤這邊 1點半 早盤尾盤的1點半這邊爆拉 然後出量嘛 出量的話代表說 他是有 確實是有一個壓力 那往上進攻的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有 確定了一個點 一個點 兩個點 那 目前這邊 然後點到最低點 那時候是 636嘛 那點到了 算是第3個點 所以說目前會不會是 以這個下降趨勢 然後再做一個運行 就是 明天再來看看吧 對啊 等一下我也稍微 觀察一下這個線就不要去弄掉 好我們今天就來講這個 劍合心的部分 這一檔的話 應該還 應該算是蠻冷門的啦 應該 大家應該可能手上都沒有 這一檔 也不想要這一檔 我也不知道 那 反正 因為看他的量 看他的量 不多 看他的量不多 那目前 走一個 下點 那我就 大概 講一下他的壓力 那壓力的話 是從這三根 這三根主要的話 比較 可以明顯的看得出 大概104.5啦 那 104.5算是比較 主要的 但是我們 劃過來發現說他 這邊最高走到104 所以 我們就把 104到 104.5這邊 抓一個區間嘛 就是 大概抓 一檔而已啦 只差一檔 這個地方當作 是一個壓力 那 這邊 形成壓力 那這邊來測一次 所以我們 可以更加確認啦 有時候不知道 有時候不知道的話 真的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到達 那可能後面才看到說 他是個壓力 有時候沒在觀察的話 就會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 看一下 這一個 好像 不怎麼起眼線 97塊這個地方 會這樣說 因為他 在這地方 穿來穿去 但是我們 可以看到 從這一根 從這97塊 從這一根去找到的 那 找到的點 就是 他爆大量 那直接從裡面找 然後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這97塊的位置 到底是怎樣 好 那我們這天找到之後 我們要用後面 的 這一個 反正用後面 可以幫他 來做一個回測嘛 好 那這一天 點到 算是有超過啦 這邊最高 98.4 那之後回壓 然後 沒有過97塊嘛 所以他要繼續在這地方 那隔一天 隔一天也是一樣 在97塊之下 但是可以發現這一天 11月25號 這天 收盤 收在了98.4 那收盤收在98.4 之後 發生什麼情況 就是他的 壓力 轉換成支撐 所以 你看到這兩天 很明顯吧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從日開始直接看到 這兩天 就把這個 97塊 97塊這個地方 當作一個支撐 那這邊 選擇一個 跳空開D 開在96.7 那開96.7的話 就是代表說 這個 支撐跌破了嘛 那跌破之後 又形成壓力 所以我們再把格子移過來 這兩天又是形成的 壓力 那 很詭證的是 這一天又跳空開高 所以他又 反而又變成了 支撐 然後這天又回來 撐這個97塊 那這坑 這坑就是爆了一個蠻大量 上衝下襲 所以他穿過97塊 也不怎麼意外啦 對可能這一個 當天盤勢怎樣 或是這一檔的主力 想要做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 好我們先把他移開 我們發現說 這一天 11月4號這一天 他跌破了 他收盤說 在96.4 所以他算是也是跌破 跟左邊這邊一樣嘛 所以跌破之後會怎樣 97塊就變成 又形成了壓力 所以 這邊後面這邊 5天 全部都是在97塊之下 那這天又是 收在了97.4 所以他又把97塊 當作支撐 反正這檔就是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那我們可以發現 是說 那97塊我們可以很明確的 告訴大家 就是 他就是目前的壓力 因為他現在是在 97塊之下 好 那今天跌破了 算是這一個 整個 盤整的區間 就是 這個 94.2 那我自己會怎麼看 我自己看的話 看他可不可以再 爬回去 那爬回去的話 就是 把這根給 收回去嘛 但是 今天選擇 用一個 跌破方式 那也沒有 買 買的量也沒有很多 但是賣的量也沒有很多 所以算是持平 那我目前會看的一個比較 主要的支撐 我會看向這一個 大概 90塊 90塊這個地方 對 90塊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發現 也是一樣 同樣的邏輯 這邊這一根把90塊當作支撐 這邊把90塊當作壓力 那這邊 90塊這個地方 不過嘛 那 他這一天是收在 90.5 0.3 所以我們可能或許可以向上 抓一點 好我們把這條線刪掉 那大概抓 90.8 90.8 91塊這邊 當作是他的 壓力 就這邊附近 可以發現 從日K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區間 90到 90.8 這個區間 是一個 蠻多上影線的地方 所以這邊會目前 形成一個 支撐 那之後再看 之後行情 會怎樣 做一個預測 也不用 特別去畫 什麼 呃 這種 規劃的線 因為 目前 如果我們看日K 是這樣子啊 那看周K的話 他就是 持續還在往上走 持續還在往上走 但是可能 日線就是稍微就是 做一個 回檔 這樣子 也還算是正常 那目前如果在 漲上來的話 也會被 這一個 下降趨勢線 給壓住 我們是從這個 最高點 連接下來 到這個地方 那 這天 就 剛好也是 抵住這個地方 那 是一個 開盤的位置 所以 開盤位置是一個 主力撮合出來的價格嘛 所以 他想要開這個地方 代表說 他那天其實是 有意願 可能想要往上衝 但是 就是 被其他主力給壓下來 對 被其他主力給壓下來 那 他開在103 就剛好 抵到 這一個 下降趨勢線的地方 那 後面的行情會怎樣 會不會在這邊震一震 那剛好 這個下降趨勢線 跟這個97塊 連接在一起 然後形成一個壓力 但是 也這樣看的話 也是很 後面的行情 那我們目前可以把97塊當作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壓力 那 94.2 也是一個 小小的壓力 那目前 看這個支撐 跌不跌的破啦 如果真的跌破的話 那 我是覺得說 還是可以繼續放啊 因為目前看起來 還是 算是一個 長線的多頭啦 那這邊會殺這麼兇 是因為那時候大盤比較不好吧 對我們 如果 以單看這兩根的 以單看這兩根的話 可以發現 他跌破的 隔一天馬上撈回來 所以這兩根 我會比較偏向不做一個參考 那就會 如果不參考的話 可以發現他其實 他所走區間 他所走這區間的天數 其實好像差不多 很神奇吧 就是 差不多差不多啦 差個一兩天 那 剛好 就是 底部的 價位 剛好在 82.5 這個地方 在82.5 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 緊接著 就 來 講一下 其他檔好了 好 那我們 我們先講那個 一樣 講航運好了 那 長龍好像也沒什麼好講 感覺每天 每天去做空這122 那他都是可以 賺到錢 那今天 是最高走到121 最高走到121 那 其實 主要啦 還是 做多單嘛 偏向他看會不會上去 因為每天都一直在撞這一個 這個壓力的地方 那到底什麼時候會過去 連這個 滑航監 都已經 創了一個 波段新高 那他還在睡 對啊 長龍還在睡 好那我們看一下 萬海 萬海今天又 稍微有跌 跌了一點 那 目前是有 抵到 這一個 那時候 劃的這個 支撐 就是 151 那到 151 到152.5 這個地方 今天是有抵到 今天是有 算是 也是一個 蠻大的量 然後 殺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 買單的這邊 接走 對 那目前不知道 還會不會繼續下去 但是 如果 以這個區間來講的話 或許啦 或許 如果 明後天在抵到 就可以做一個 小小的架差 做一個小小的架差 對 再來 陽明 陽明的話 就是 跟在這個長龍的後面 那就是慢慢往上走 但是 我們可以 知道是 就是壓力 還是存在 這個 1155 到11 116 這個地方 就是 想要做進場 還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好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華航和草龍航 華航今天真的是很強 真的很強勢 就是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做空 對啊 因為 看起來好像上不去 但是最後又直接上去 又噴上去了 算是 恩 算是很洗嘛 但是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有 有殺下來到這個地方 對啊 就是原本突破了嘛 那突破29塊之後 又最低又殺到了 28.6 甚至 小小的洗 不過 其實 如果你在29塊的地方 做一個 那時候大量 喔那時候爆了 2萬張的大量嘛 那如果這邊進場去追的話 其實基本上 好像也不需要做一個停損 然後殺下來幅度也沒有很大 那目前 支撐 轉換了 原本壓力嘛 那轉換變成支撐 就是 29塊在28.5 如果說有到這個地方 或許可以 考慮看看 不過 這一種 短線很強勢的 就是這種短線很強勢的 就是 回檔也會很快啦 對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休息 那有可能元宇宙的這個 至今獲利了結 跑過來這邊 跑過來滑航 也說不定 對說不定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蠻陌生的一個券商 群域精靈大安 反正 看起來是 應該是台北人吧 那應該是個有錢人 是個主力啦 今天直接買了16000張 那長龍行的話 目前 雖然說他今天剛好 抵到了這個 掌停板嘛 但是 我們的這個壓力 還是沒有過 還是沒有過 對他 還是在29塊的地方 所以 明天還是要持續觀察 如果手上 持有這一檔的話 就看他 明天 閃不閃連 來個 跳空開高 那 或是說 在盤中 也要爆一個量 那爆的量 一定啊 我覺得啊 我自己認為應該 要比 今天還要再多 今天 今天已經35萬張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要再比 今天還要再多 因為畢竟這邊才是他主要的 這一個 壓力 主要的壓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找這個 26.7到27塊 到底有什麼用 對啊 找找 到底什麼用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這一個 我那時候是 畫27.25 對27.5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 也是在這個地方 剛剛做一個盤整 盤整的區間盤 也是盤整蠻久的 盤整蠻久的 那最後是有衝上去啊 所以這個地方 確實 還是一個 我自己認為啊 還是算是一個 重要的 價位啊 那 這邊來看的話也是 反正就是他目前的這一個 原本的壓力 那 一天 測一次 那回來之後 今天直接被 衝上去 我覺得主要 會衝上去的原因 還是 滑航被帶動 拉上去 那 超浪航是 順便拉上去的 因為以這個 掌勢來講的話 真的是 長浪 那個滑航真的是 比較強勢 比較強 之前跌 跌不太下來 對啊 也沒有跌到這個支撐的地方 但是 長浪航確實是跌破 反正我們只要注意這個壓力 可不可以過就好了 那如果可以過的話 那他的這個 走勢才會跟滑航一樣 強 雖然說我覺得他們兩個 應該也是都 會一起互拉 好我們來 看一下 看陽明光 因為陽明光間 跌破了 就 我昨天有說嘛 那 因為他跌跌跌跌 那大盤 目前 不是很好 對之前這邊 在盤整的時候 大盤還是不斷往上漲 那今天跌破了 所以 目前 有機會又 回到他這個 區間 110 120這個地方 反正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或許 會有一個短撐 會有短撐 或是 碰不到這個地方 再往上反彈 那我覺得 這個走勢 會更好 因為 碰不到的話 代表說 這個阻力 不想讓他 掉到這個地方 有人在賣 有人在獲利了解 但是有其他阻力 在這地方 止住 止住 2121 止住 然後就往上反彈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碰到 碰到的話 如果一直碰 還是有機會 跌下去 不如目前大盤 還是這麼曖昧 不明的話 對啊 因為元宇宙 目前蠻多 都已經 開始休息 除了這個 雅信 之外 好我們來看一下 玉 玉創 好 玉創 我們可以注意的一個 價位 是大概落在 大概79塊這個地方 那 等後面 等後面如果有到達 再來說 對 希望被他 不要回檔這麼大 但是 目前 從這邊 其實昨天就已經有看了 所以要 從這兩根 這兩根 爆大量的 這兩根 去找到 大概是79塊這個地方 應該會有一個 支撐 那會不會剛好是抵到這一個 就是 這條 上升趨勢線這個地方 然後再往上拉 就是形成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 然後再往上拉 就看後面的走勢 那也是 這也是算做一個預測 那預測 有可能準 有可能不準 只能這樣講 我們看一下 這個紅准 紅准 對今天稍微漲上去 還不錯啊 還不錯如果說 這個 像是昨天啊 昨天啊或是前天 這邊都非常非常 接近這個 66.5 那反正這個區間 其實都可以做買進 都OK啊 那今天稍微漲一點 對漲一點這樣子 非常一點 反正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撐住了 對他撐住了 那後面會怎樣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持續觀察 這樣子 今天是算是 買氣有稍微回來 買氣的時候 那反正就很奇怪啊 昨天前天看到那個美林啊 或是這個 台積台北 今天卻又買進 就還蠻奇怪的 好我們看一下漢雷 漢雷今天也是 到達了 之前的 支撐 那做一個 還不錯的反彈啊 我就是今天到141 對今天到141 如果說 到達支撐 有買氣 那 後面又拉一個尾盤 後面來 後面這邊拉一個尾盤 那中間 假設你買在141好了 真的買在最低點 那拉上來這邊 直接賺了4塊錢 也是還不錯的 獲利吧 對啊 反正目前就看他 可不可以 再撐住一次 再撐住一次 那 那 反正 就持續觀察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尾全墊 尾全墊是之前就有講 那那時候有 做一個規劃 但是後面我好像都沒有講這一檔 那我是從 這一個 這邊的高點 那連接這邊的高點 就那時候弄出高點之後 然後 再從下面這邊拉線 這樣拉過去 那中間這線是等距離的 就是 做一個等距離 那目前 抵到這個中線 那剛好 應該說 剛好 也有可能是抵到中線 那有可能是 我找 這個 支撐的部分 就是這一天 的 算是開盤的地方 有一個 有一個量 那 就在這地方 然後做一個 還蠻大幅度的 這個反彈回來 96.5 那之後就一路反彈 所以目前 我們來 測了一次 就發現 發現說 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 短撐 只能說短撐 因為 主要的支撐 應該還是要看這個 整個區間這個下緣 大概 91塊 到91.5的位置 那這邊遇到一個短撐 會不會 就是不會去 把這個 跳空開高的部分填滿 那之後再往上拉 也說不定啦 不過目前我們可以得到 這一檔 在這個96.5的地方 確實是有一個 支撐的 存在 所以那不知道會測個幾天 再往上拉 或是他 測一測就跌下去 反正就是 如果可以買在這個 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是 去賭 去賭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利潤 那如果跌下這個地方 再補一張 那我真的跌破了 那就是 看要不要停損 反正 我知道 說停損 大家有些人 還是不會停損 那我自己是 砍得蠻快的 就如果說我自己覺得不ok了 那或是 小緊張了一下 那 或是 反正任何會影響心情都直接把他砍掉 那是反正那麼多檔可以觀察 那就換別檔 那當然放長期的 也還是有啊 但是這一種就是 極拉 的這一種股票 那在 下檔 就是直接再回來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 下檔是真的蠻快的 那有時候會跑不掉 或是 扛不下手 因為可能買的價位就是買這麼高的地方 所以 買股票如果真的去追高 追在這個區塊好了 追在這個區塊的話 那我覺得如果有 有回檔 那有回檔 就是 建議都是停損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像這種 接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慢慢的 吃瓜 吃瓜看戲啊 看他會怎樣 會上去或下去 或上去或下去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哪一檔可以講 我們看一下康蘇好了 康蘇今天繼續跌 那 目前到底跌在哪邊 真的 不太知道 但是 蠻有機會啦 你昨天說 撐在35 對 昨天說撐他35 35 這個地方 他今天又跌破了 所以低軌衛星真的是 比這個元宇宙還要慘 就是低軌衛星這個炒作的成分更高啊 因為他完全不熟 連跌 1 2 3 4 5 6 6根 那目前有機會回檔 就是 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 大概是落在32.5到 33塊 那就是持續看下去吧 持續看下去 如果說 手上有被套了 那就持續的 看下去 那如果說手上沒有籌碼 一樣 在這個位置或許 可以等待一個 進場的時機 但是 如果說 他來碰 他來碰這個價位 代表說 當時候是沒有主力想要去守 他當然是不要碰到之後做反彈 會比較好 我們看到這個劇烈的反應 那來看一下好了 欸 往下殺了 在這個 9點半 9點35的地方往下殺 那是不是有機會殺到這個大概17620就做反彈 我們明天 影片再來告訴大家這個線到底準不準 那今天就大概講到這邊吧 好像還是 蠻多股票沒有講到 不過 不過就這樣吧 因為 時間 時間上已經講了20幾分鐘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